祷告 祷告 祷告是最大的力量 我们用敬拜征战 用祷告改变世界 在此牧师邀请弟兄姐妹们 和带导学校的学员 加入24小时带导接力运动 在每个礼拜一晚上的7点半 参加牧师亲自授课的祷告操练 第二 在周间选择一段固定的时间 前来圣殿祷告 火热地来到主的面前 一同为教会的宣教意向 以及文创中心的建造 接力祷告 本周 黎牧师讲到的主题是 爱 需要坚强的意志 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 神的爱是主动积极 并且永远不改变的 耶稣为了爱我们 祂的意志坚定不移 甚至牺牲生命 以至于死 耶稣拣选了我们 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 并且分派我们去结果子 即将在7月4日星期一 到7月8日星期五举行的 门徒意向全棚归主的宣教夏令营 正是我们以实际的行动 乘风破浪 体现耶稣教导的机会 我们邀请参加的对象是 第一 所有对宣教有负担的弟兄姐妹 第二 门徒大学的学员 在完成双亿三个学期课程之间 必须参加一次国内外的短宣 报名的方式请参考 为杂志的天桥消息内容 或恰干事高新如姐妹 电话是0937-760-950 0937-760-950 报名截止日期是 5月16日星期一 我们盼望神国的复兴 耶稣的大光 临在澎湖这个岛屿 所得税申报即将在5月底截止 奉献金额可以全额抵税 敬请弟兄姐妹们尽快前往行政办公室 领取您去年度的奉献证名单 或电话联络 电话是06-2970-882 06-2970-882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天桥之音福音广播节目 由林献平牧师主讲的天桥之音单元 正式迈入第100集了 在这个礼拜天早上8点到9点 由林献平牧师主讲天国与天国的价值观 晚上10点到11点 真情相遇单元 本周播出第95集 我们邀请赖秀玉姐妹 与我们分享她的美好见证 奇异恩典我看见 11点到12点 古典乐心灵鸡汤单元 播出第95集 是肖斯塔可维奇的作品 第1号和第2号绝世组曲 接下来让我们已充满喜乐的掌声 欢迎我们敬爱的林献平牧师 为我们讲道分享